首先我们准备香芹一大把,去除根部较老的部位,然后发现还是挺老的,使用蛮力拍一下,怕其拍质松散,在流水状态下清洗干净备用,把清洗干净的芹菜进行改造,根据自己的心情和性格决定芹菜段的长短。 香干一大把,切成宽度均匀的条备用。 把改刀后的香干放在开水中浸泡,目的有两个,一是烫去豆腥味,二是去除香干在加工运输过程中沾染的细菌和杂质,大红椒一个,去除内部壤子部分后,把其切成菱形片备用。 炒锅只放在火上,锅烧热后加入适量油滑锅,倒出滑锅的油不用,加入菜籽油适量。 待油温烧热时,倒入沥干水分的香干做干煎处理。 晃动锅,使菜品受热均匀。 一面煎好后翻面。 当两面都煎至金黄色时,倒入漏勺控油备用。 锅内加入猪油少许,下入蒜片。 炒扁出蒜香味后,倒入芹菜。 先爆炒一下。 炒出芹菜的香味后,加入水少许,噼里啪啦的晃动锅。 细里哗啦的一阵翻炒后,把芹菜炒至八成熟,倒入香干。 红椒菱形片,在哐当哐当的翻炒之下,开始调味。 加入盐一汤匙,白糖一丢丢,13香少许。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 火灵了。 一般来说,在烹饪香干一类豆制品时,加入少许13香更能激发豆制品的香味。